大家好,说起能解馋的下饭菜,回锅肉绝对能排得上名次 肥而不腻,配上一大碗米饭真是相当的过瘾 那么回锅肉怎么做呢? 请大家跟着我的镜头,咱们这就开始制作 首先准备一块五花肉,这块肉比较长,先给它一分为二 给猪皮在锅中烫一下,这样能去掉猪皮上的猪毛 还有猪皮里面的腥味 烫好后锅中加水 下入五花肉 里面再来两块生姜 水开后煮20分钟 接下来咱们准备一点小料 准备姜末少许 再来适量的蒜末 红色的彩椒一分为二 把盒去掉 先切宽条 再切成大小均匀的块 切好后装盘 没有彩胶的也可以不放 接下来准备一个螺丝胶 先把根去掉 再将它切成小块 切好后和彩胶放在一起 这个时候的五花肉已经煮好了 咱们先给它放在清水中 将它冷却一下 顺便清洗上面的血沫 冷却后给它切成片 因为这块肉不够厚实 所以这个片要切的稍微厚一点 要不然待会下锅的时候就炒没了 全部切好后装入碗中备用 接下来把锅烧热 倒入一点点油 油热下入五花肉 把五花肉中一部分的油脂炒出来 这个油脂不用全炒出来 那样的肉就不好吃了 炒好后下入姜蒜 再下入几粒豆豉 再来一小勺的脾鲜豆瓣酱 开始用中火翻炒 给豆瓣酱炒出红油 顺便也让五花肉上色 看起来也有食欲 炒好后少来一点白糖和味 加入一点点盐 再来少许味精 少许生抽 接下来下入辣椒 把辣椒炒出香味 并且把它炒蔫 不要吃起来那种脆脆的口感 那样辣椒就不入味了 朋友们 视频都看到这里了 如果您觉得我的视频 对你有帮助的话 麻烦您伸出发财的小手 给我点个赞吧 您的每一个点赞和留言 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感谢大家的支持 这个时候锅里面的食材 都已经入味了 闻着也是非常的香 炒好后就可以出锅 装盘了 作为一个东北人 我也非常爱吃回锅肉 它的口感肥而不腻 配上一碗米饭 真的是太过瘾了 喜欢这道菜的朋友 不妨把这条视频收藏起来吧 没准哪天就用上了呢 关注老洋美食 让你天天做好菜